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595集 听到张凡的话 多记一证 而会笑道 我们村子里面自己的墨鱼都已经不需要了 您这个 那我们就更加不需要了 不 你需要 听到张凡的话 多记眼神里闪过了一抹疑惑了 他妄想张凡 等待着张凡的解释 听你的意思 李逵是在你的授意下和支持下 去和那位道士学艺的 这一切也都是出自于你对于危险的不确定性的忧虑 为了稳住民心 想必你也没有告诉村民们 李逵去学艺的事 而且李逵如今忽然回来宣布说 墨语对于你们的村子已经没有任何的作用 杀死那十四个人的凶手已经被除掉了 村民们并没有见过李逵的本事 怎么可能会轻易相信呢 即便你帮他说话 恐怕也不会有丝毫的作用 你在村子里面的威望很高 村民们虽然都信服你 但是也要分什么事情 这件事可是关乎他们的性命 李逵和多吉听了互相对视一眼 短暂思考了一会儿 都是赞同点头 张先生 您说得很对呀 多吉望向张凡 刚才我去池塘里面取墨鱼的时候 我那个小跟班就在看守着池塘 我跟他磨了半天的嘴皮子 直到我发火了 他才让我把墨鱼从池塘里面拿出来 我跟他解释了 墨鱼对于我们村子已经没有作用了 但是从他表情来看 他好像是根本不相信我 他望向我的眼神里 甚至还充满了怨恨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想我以这个仿制墨鱼 代替原本的墨鱼 平顺地度过此事 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张凡微笑点头 可就在这时候 门外忽然传出了嘈杂的声音 小庄 你消息没错吧 村长真的不顾咱们的安危 要把那墨鱼送给那两个人 村长那个小跟班 名字就叫做小庄 并且村子里 也只有这么一个叫小庄的 听到这个声音 张凡眉毛一挑 然后迅速 把手中那个散发着腰气的墨鱼 递给方眼 中方眼使了个眼色 方眼接过墨鱼来 迅速塞进了床底下的箱子里 而就在这一刻 房门也是被忽然推开 一个生着落腮胡子的汉子 带着一帮人闯进了房间里 他们第一时间 便把目光投向了摆在茶几上面的墨鱼 进到墨鱼以后 所有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一抹轻松了 墨鱼还在就行 在他们的眼底 那就是他们的命 多吉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你就能把我们的命给卖了呀 嗯 落财胡子一进来 就冲着多吉冷声地质问 我没有把你们给卖了呀 他们也没有给我钱 这墨鱼已经对于咱们村子没有用处了 杀死那十四个人的凶手已经被除掉了 咱们村的李魁李大师就可以证明 多吉一边说着 一边指向李魁 三年前 他和盗门的大师学艺 而今学成归来 他学了很大的本事啊 多吉话没说完 落三胡子 便把他打断了 这小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三年 三年后回来就变成了大师啊 而且还是在这个你要把沐鱼送给别人的关键时候回来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在配合你演戏呢 你们两个狗东西立于寻心呢 为了利益坑害村民们的性命 你们对得起你们的良心吗 我们没有立于寻心呢 我们 少他妈废话 我们也不想和你废话 咱们把沐鱼夺回来 罗塞胡子一声冷喝 最后 他身后村民们一拥而上 把那个 仿制的沐鱼的木头箱子 迅速地揽进怀里保护起来 很显然 一切都被张凡给说中了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多吉和李魁 就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所有人望向李魁 还有多吉的眼神都是变得生疏 并且其中还带着一股 同仇敌忾的意思 既然这沐鱼不给我们 那咱们这投资啊 也就没得谈了 张凡冷笑了一声 你辛辛苦苦帮村子里面办事 却没有任何人能理解你 你说你多可笑啊 到头来 你这两边不是人 多吉好心把沐鱼给自己送过来 张凡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多吉被村民们排斥 如此一来 别说是当村长了 恐怕在村子里面 都是没办法混了 张凡这么说 目的便是要改变村民们 对于多吉利与熏心的看法 以此来表明 村长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村民们着想的 听到张凡这番话 村民们看向多吉眼神中的敌意 也是少了几分 张凡没有获得他想要的东西 那么他是完全没有必要替多吉说话的 所以村民们都是十分相信 张凡这话的真实性 于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 也理解了多吉的做法 我看你啊 这个村长也不用挡了 这可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你们村里面能人很多啊 不如把村长让给他们 说不准还能带领你们致富呢 张凡故意阴阳怪气地说话 他本不是一个阴阳怪气的人 他之所以这么说 其实便是为多吉村长在解围 张凡已经当了恶人 只要别人能不误会多吉村长 张凡这个恶人 即便是当得彻底 那也是无所谓了 听到张凡的话 村长脸上浮现出一抹尴尬了 不过 他望向张凡的眼神 却浮现出了一抹感激 他混迹社会多年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张凡这么做的目的呢 经过张凡这么一份冷嘲热讽 村民们妄想多吉的眼神 也变得越发的友善了 说 你让村民们致富的心情 大家伙都能理解 但是 你也不能以牺牲村民们的性命为代价呀 虽然咱们村子已经平安度过了五年 但是不代表那个凶手 就不会再害咱们村子里面的人呢 咱们还得小心 不能大意呀 这时候 小壮站出来 望向了多吉 多吉看了看小壮 微微点头 我明白 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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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